Hello,大家好,我是Joy和大家見面 Hermes很多時候,無論是袋款、銀包、鞋款 都會見到不同顏色的金屬扣 而不同顏色的金屬扣的配搭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今天就和大家一齊對比一下 首先介紹的是銀扣的袋款 這個顏色是杜娟粉的Mini Constance 3 顏色是8W的顏色 而皮質就用了Evercolor 首先我們見到這個Mini Constance 很狀態的H扣 而這個銀扣是Palladium Hardware 感覺上都會是一種銀色的金屬 而且你會見到杜娟粉和銀扣的感覺很突出 會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所以大家看上去都會很鎮定 很簡單,這樣就開了袋子 而你會見到Mini Constance的袋款 它的容納量都非常大 看到旁邊看有兩大格 都很闊身 而裏面見到兩格都會各自有 一格大格和小格 這個就是在前面的小格 絕對都可以安裝到日常 例如去High Tea 或者去街的時候 需要拿出街的物資都一定可以擺到 而這個Mini Constance 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演繹方法 首先好像見到這個肩帶 兩條一起拉起來 就可以變成一條短身少少的肩帶 就可以上薄做一個翼下包 好像我平時這樣 長袋衣服 加一條牛仔褲 或者厚底鞋 揹著它 就可以很優雅地出去High Tea 除此之餘 亦都可以將其中一條拉長 就可以變成一個長身少少的天帶 就可以側揹 又或者扯揹都可以 所以說就有多種不同的演繹方法 可以隨時混合 很多朋友就在金購和銀購之間 就不知怎樣去選擇 就說可能想要金購 但又不想太偏黃 其實可以選擇一下淡金購 取中容之道 我們一齊看看這個 就是Hermes Day Sneaker的Kali鞋款 近一點你就會見到 這個就是沿用Kali袋款上面的金購 這個就會是淡金購 或者是香薰金購 就會比金購淺色少少 在Hermes hardware方面 我就不可以不提玫瑰金 這個顏色是非常高貴 我自己最喜歡的 在我身邊這個 就是Hermes Constance Long To Go 黑色再加玫瑰金的款式 Constance Long To Go 當然都是有H字樣 而玫瑰金購 你就會見到有少少少粉紅和玫瑰 再加上金色的一個混合的感覺 而這個Constance Long To Go 就用了非常之內磨 和內掛內用的Epson皮 所以用來做銀包就適合了 不單是可以用來做長銀包 亦都可以用來揹出街 當作袋款都可以 所以看到一開了後 就會有一個肩帶 就會配合在一起 有這個就是黑色的肩帶 還有這個玫瑰金的顏色的構 而裡面間隔都是非常之實用 首先看到前面有一格的細格 然後一進去裡面 就會有兩大格 前面有一格大格 然後有一個拉鍊的位置 可以給大家安裝一些靈錢 後面這裏就會見到 總共有六格的卡片位 再加兩格的細格 給大家安裝紙幣 還有一格大一格 給大家 前面這兩個扣 就可以扣上肩帶 就可以用來斜背 背出外都是非常之好看 還有Stylish 今天就看了Mili Constance的袋款 以及Constance Long To Go 和Hermes的鞋子款 看到配合不同顏色的金屬扣 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歡迎你們可以來到 L-Bar或者L-Deluxe的門市 或者旗艦店 看看實物 又或者可以去我們Facebook查詢 我們下次再介紹其他款式給大家